诶 又怎么了 苏 你知道 我每一次看《来自星星的女》的时候 我就特别心烦 为什么 因为我每一次看到我的女生 跟杜教授的闻戏 我就觉得实在太多了 他们一场戏总共玩了八次 真的越想越活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 你知道一场吻戏的背后 要花多少功夫吗 就好像两位主角的结局 那一场大概一分钟的红地毯之吻 他们要在零度的天气下 他们吻了十二次才OK呢 所以啊 这一场的经典的吻戏 是绝对的得来不易的 一场戏吻了十二次 那八场戏就 你这样说完 我的心情更难平复 好了 哎呦呦 不要哭 粉丝们 我们不要管他 他需要一些时间冷静一下 现在我要送上泡菜粉丝排行榜 看看粉丝们选出的韩剧中 最热烂漫场面 有哪几个吧 浪漫的韩剧桥段总是让剧迷们看到心花怒放 这一期的泡菜粉丝排行榜就来回味一下 哪些年让我们心跳加速的浪漫场面 本来是要为大家选出Top 5 不过第五第六位同票 那就不多说了 现在倒数 并列第五位的是 听见你的声音 水族馆告别之吻 以及秘密花园的 Cappuccino之吻 李忠硕饰演的蒲修夏 相约自己深爱着的张慧心 在水族馆告别 他打算在告别之后 为慧心杀掉对他造成生命危险的杀人犯 而在离开之前 他忍不住吻了慧心 一个为爱付出的帅气弟弟 两滴断了线的眼泪 又怎么能不让观众们看得揪心呢 因为灵魂交换产生交集的 金珠圆和吉罗林 总是在吵吵闹闹当中制造着浪漫 满嘴毒舌的金珠圆 见到吉罗林喝完了Cappuccino之后 嘴上沾上了奶油 他就叨叨地说 呦 脏死了 过来 难道让我用衣服擦吗 一边又一碗逝去奶油 喜欢大男人作风的女生们 一定会觉得好浪漫啊 而这一幕后来也被很多节目模仿过 就连何志愿的一个啤酒广告 也用了这个桥段 只不过男主角换上了赛大叔 让整个浪漫的气氛变成搞笑的啦 第四位 主君的太阳防空洞之吻 红氏姐妹笔下的剧情 亦如既往的赞 第九集中 被太宫时视为防空洞的朱中原 为了帮宫时赶走附在他身上的鬼魂 以吻代替触碰 配上浪漫的音乐 又怎么能不春心荡漾呢 试问有哪个女生 能阻挡这样高富帅防空洞的欧巴呢 第三位 拥抱太阳的月亮 书房之吻 金秀贤在成为都教授 红遍亚洲之前 2012年 凭着拥抱太阳的月亮 在韩国成为大势男 这出戏的收视率超过了来自星星的你 高达40%呢 而古装戏难免比较含蓄以及纯情 金秀贤所饰演的李轩和韩家人饰演的烟雨 到了17集才迎来了第一场书房之吻 看得浪漫 但是拍摄的时候 他们笑场连连 原来因为中间隔了一张桌子 让金秀贤好几次都吻不到韩家人 想不到万能的都教授 也有力有不殆的时候 第二位 来自星星的你的雪地之吻 来自星星的你中 有很多场吻戏 15秒之吻 红坎之吻等等 都非常经典 不过说到最浪漫的 相信很多人都同意 两位当事人金秀贤 还有全智贤的意见 那就是雪地之吻 面对万人迷千颂一的告白 都教授狠心拒绝 并且违心地说出讨厌他的话 而千颂一伤心离开之际 都教授将时间暂停 在雪地中吻了千颂一 然而千颂一却并不知道这个吻 哇 这太犯规了 第一位 登登 请回答1997中的水池出吻 2012年 一部请回答1997 让众多1970年1980年代的人 寻回了自己轻松少年时代的记忆 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你 是否也有这样一场 在校园水池边的吻戏呢 据之 在拍摄这场吻戏的时候 因为被吻之后 郑恩帝要踢徐人过的小腿 而他没有好好地掌握住踢腿的时间 最后导致这场吻戏 拍了16次才成功呢 首次拍戏的徐恩帝 面对吻戏相当地害羞 拍完了之后还跟母亲视向通话报告 而搞怪的徐人国则在旁边 称呼郑恩帝妈妈为丈母娘 这也入戏太深了吧